普利政老人会因为就职认定围楼搬迁 在经过理事长及职工的努力下 老人会也正式进驻新会址 并且在今日正式启用 老人会理事长洪阿丽感谢各界的帮助 让老人会县址能够顺利启用 并且针对目前现况不足部分 也希望大家来帮忙 让长辈来到新会馆有更舒适的活动空间 我们今天是3月21号正式启动 就是今天是职典 礼拜四是职典 下午有课语课 还有礼拜五也有下午也有歌唱班 很感谢说所有很多很多的职工 还跟我们计划帮忙的 我都一直在这里跟大家感谢 这次礼拜的目情是慢慢一直改善 前面这些都会拍到日子 我是说有在想要再用棚 也很感谢说 计划还是善心人士 大家有关心 希望大家来帮我们帮忙 有帮我们帮我们关心 县议员陈宇军 今日也特别到场关心 除了感谢理事长 以及职工们的努力 让新会址变得更加舒适之外 对于不足的部分 他也会尽力的来争取 让老人家能够在新会址 更健康乐活 那今天呢 我到处看了一下 我就觉得非常的高兴 因为像厨房的设备呢 都是从那边搬过来的 那重新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安排 让我们的志工在煮菜的时候呢 比较省力 不用走那么长的一个空间 那也做了一个隔门 让油烟不要跑出来 那历史上也很细心 他特别设置了一个无障碍的厕所 让大家呢 在如厕的时候呢 都可以更安全 未来如果有需要协助的部分呢 站在民意代表的立场 我也是会全力以赴 来协助我们的这个老人会的发展 那也希望我们的长辈 在这边能够有更好的 更舒适的活动空间 副一长排阅 感谢妈祖庙管委会 无常提供土地 让长辈能够在新会馆活动 也肯定理事长级职工的付出 让整个新会馆更加舒适安全 也期望在老人会 全体职工的帮助之下 普里珍的长辈们 能够在新会馆得到更好的照顾 记者从维一 普里珍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